天人合一思想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姚中秋 近日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 近天和天人合一的观念 从最深处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根性 在中国以外 绝大多数的这个文明 他们所信仰的应该都是人格神 最重要的表现呢就是 他会说话 旧约是吧 他一开篇就说 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在西方文明中呢 它其实有多重的两分 神与人的两分 人是还难做到与神合一的 姚中秋认为 在西方文明中 神拥有绝对权威 信神是人最重要的问题 而中国人的近天观念则不同 近天是一个类型 近的是生生不已的万物的全体 世界各民族中啊 再也没有比我们中国人更自主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从来都没有救世 中国人从来都不依赖别人 都是自己去努力 我们中国文明的生命力 其实就在这儿 中西的这个诸多的观念 生命观宇宙观啊 有很大的差异 最终都可以上述到 崇拜不同的最大的那个对象 一个是天 一个是人格神 姚中秋认为 天然合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 有许多契合之处 能为解决当今世界性难题 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提供借鉴 我们中国人敬的这个天呢 它就是生生不已的万物的全体 物是盖制所有的一切 一切的这个存在着 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 我们中国人崇拜的很多神灵 其实也是由人升华而来的 南方崇拜的妈祖啊 孔子啊 什么这些圣人 他们都曾经有过一个物质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们中国人是比较接近于物质 唯物主义 姚中秋还认为 天然合一思想将平等 作为根本政治价值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价值 人要活下去得需要物质资源啊 那怎么去创造呢 中国人呢 也不是倾向于说 我们到外面去抢劫去 人人平等啊 对啊 众生都平等啊 在姚中秋看来 天然合一观念也代表着 中国人热爱生活 热爱生产的态度 天地之大德曰生 就是天他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生 我们要取法于天 我们人也应该去生 那要生活 所以要生产 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 世界上的大问题 还是回到发展上来 国家领导人也一直在讲 和平和发展 首先咱们要解决生地的问题 这就是中国人提供给世界的 普遍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